这期视频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吃的红薯液会不会影响红薯的产量 我时常听人们在讲 如果想吃红薯的话,千万不能讲红薯液 因为红薯的根茎盆大 主要是靠红薯液的光合作用 产生的糖分转化成淀粉储存在根部 我的一位种植朋友从小在农村长大 他告诉我说 一定要定期的适当地减去多余的红薯蔓 为了弄清楚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我决定今年亲自种几颗红薯苗 来观察一下 吃的红薯液会不会影响红薯的产量 在今年的5月13日 最后的一个双冬日过了后 我靠近这个Buffet长的种植床的旁边 种植了七颗红薯苗 我种植的目的是想亲自观察一下 吃了红薯液会不会还能接红薯 因为种植的时候呢 我底肥施加了很多自制的符合有机堆肥 这种肥料比较长效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几乎囊括了植物所需要的营养 仅仅20天的时间 我的红薯的藤蔓已经长得枝繁叶茂了 红薯种在种植床的旁边 中间种了小毛豆 再往右侧呢是种的爬藤豆角 所以呢一点也不占地方 大家看看我这个红薯 就是贴着这个Rice Band旁边种的呢 这个红薯呢摘的时候是平摘的 红薯应该接到这个地方 然后叶子呢我就把它拉得过道 也不用翻秧 因为底下都是铺的木絮 大家看看 而且我这铺了薄膜 这个拉起来底下都没有长根 所以这样种红薯呢又不占地方又省事 由于失足的底肥 藤蔓不但茂盛 而且红薯的叶饼又嫩又长 红薯叶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 被堪称为蔬菜皇后 以及抗癌蔬菜 红薯叶是我们家夏季 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绿叶蔬菜 我还将红薯叶用开水焯过后冷冻保存起来 这样冬天也可以吃到营养丰富的红薯叶 清炒红薯叶色香味俱全 但是家人最喜欢吃的还是我的彩色面 摘回来的红薯叶将叶片和叶饼分开来 叶饼可以用来炒菜 叶片用开水焯过后 打成汁用来和面做彩色面条 右侧绿色的面条就是用红薯叶来做成的 左侧紫色的是用紫线菜活的面 再配上地里的各种蔬菜 以及鸡蛋丝和西红柿酱 一盘色香味俱全 营养丰富的彩色凉面就上了餐桌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为大家揭晓一下 吃的红薯叶会不会影响根部红薯的生长 为了弄清楚红薯叶 在红薯的生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让我来简单地介绍一下光合作用 植物会吸收水和二氧化碳 在叶绿素得到阳光的能量的帮助下 水和二氧化碳将会被转化成糖和氧气 红薯叶通过光合作用将制造出来的葡萄糖 用输到筋部和根部转化成淀粉储存起来 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想吃到红薯 就一定要有叶子的光合作用 我想呢大家一定跟我有着同样的顾虑 我们吃了这么多红薯叶 一定会影响到根部红薯的生长以及盆大吧 今天是10月23号 终于等到了可以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首先呢让我们来把红薯秧剪掉 大家不难看到 即使我吃了一下天的红薯叶 但是它的芝麻太茂盛了 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红薯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没有明显的影响到根部红薯的盆大以及红薯的产量 相反的栽出多余的红薯液 能够减少养分的消耗 使得更多的营养供给根部的红薯 接出更多更大的红薯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张红薯的营养成分表 这里边的数据就是 每100克的红薯它所含有的量 红薯的营养价值很高 它被营养学家们称为营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 它富含有膳食纤维 微生素A 还有呢 微生素B C 微生素E 以及甲铁铜心膝盖等十多种微量元素 但是100克的红薯 它仅仅产生99000卡的热量 它是同等重量大米 所产生热量的三分之一 由于红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 所以呢 它成为了我们家餐桌上的主食 我尽可能地利用种植床的边边角角 来种植许多红薯 这样你不但能够吃到非常甜美的红薯 而且呢 可以吃到营养丰富的红薯叶 这期视频呢 我主要想为大家解释 栽了红薯叶子 会不会影响根部红薯的盆大 从视频中大家不难看到 红薯的种植 十足了底肥 有了茂盛的藤蔓 采摘红薯叶 不会对红薯的根部盆大 以及红薯的产量有影响 今天的视频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